亲爱的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Daisy的频道 那么今天呢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出国及爱国这样子的一个话题 那么为什么想到说做这个话题呢 是因为之前看到的就是马大那个 游学生在发言的时候听到美国 香港人啊然后呢包括就是说了一些事情之后 引发了一系列大家的讨论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 我在我Daisy的那个试色视频下面 有朋友提到了关于就是中国台湾这样的一个话题 那今天呢就是想到说出国我还是算有蛮多年了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真实感受吧 所以我们就想聊一聊今天春聊 那么首先要跟大家说的就是 因为当时我在录那个视频的时候 就是提到说中国十八色台湾十八色 那我当时有想过说要用大陆这个词 大陆十八色然后台湾十八色 但是突然间我很内心有点抵触这个词汇 原因是什么呢 是就是我出国了这么多年 每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 大部分是别人用在我身上 你是大陆来的怎么怎么的 会让我觉得有一种歧视感 这是所以我不太喜欢用这个词 所以当时也没多想就用了中国 然后完了之后不好意思让就是可能有些朋友有些误会 我肯定不会是要分裂我们祖国的 那另外就是想要讲的就是有这个引起的一个话题嘛 然后就我发现其实大部分人可能跟我一样有深刻的体会 就是出国的时间越久你越觉得爱国 而且就是你出国之后发现那种爱国是从心里燃烧出来的那种感觉 真的然后可能跟以前在就是学校里学 然后写啊包括一些演讲啊那些感觉都不一样 这种的那种真的是你能深深刻刻的感觉 那个是在你血液里的是这种感觉 那其实我之前就是第一次出国的时候 是当时在大学的时候跟一个公益组织 我在那边做就是义工叫做雷厉中国 当时跟他们一起去去到了就是马来西亚 我第一次出国的时候的感受是真的觉得 国外的人就是华人会对中国文化的传承更好 而且他们就是在我印象里面 他们真的是做到了就是祖辈传下来 每一代都传得特别好 因为就是在我看来像我当时有朋友 就是带我去看了他们的就是那种寺庙啊古词啊 然后包括他们举行办的一些就是那种灯会啊 各种活动武龙武师啊等等的 这些都让我觉得特别的就是 就是作为一个就是我们家那边真的其实很少有这样子的活动 所以我真的会看来之后就会特别的那种 有燃燃闪烁的那种感觉 然后后来呢就是另外就是去到了 当时是去香港也是 就是能感觉到就是在外的华人就是特别的 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很自豪 然后而且很团结 然后后来自己出国了 我来西西兰其实是working holiday来的 我并不是留学过来的 所以我也想留学可是没有钱 所以当年在上海就是上一年的班之后就存了一些钱 然后就来西西兰然后第一年就是打工度假 然后来了这里之后 因为我现在在的这个城市呢 当时发生了就是比较重大的地震 然后在这一之前的一年呢也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地震 所以导致这个城市的人特别少 然后我那之后来的时候市中心也都是围着 我当时来的时候也不让进来的 然后但是就是大家就是都还挺好的挺友善的 所以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因 我其实就是后来就是一直待在这里 可能也是因为一开始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感觉特别好 那么就是会认识很多就是其他国家的人 但他们知道我是从中国来的时候也会问我 然后就是可能会问我一些话题 有时候真的你就不知道该怎么答 比如说就是他会告诉我说他看见有人 就是比如说随地大小便随地涂毯 他我就问我这样子的感觉是什么 是一个什么样看法 我可能只能告诉他 就是这个世界上都这么大 每个国家也都是一样了 当人多的时候真的就是你们无法 就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去 就是要求每一个人都做到多么多么的好 而且说实话我真的觉得就是 我们国家就是管着这么多人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每次在答这种问题的时候 我可能一开始是抵触的 就是会有一点啊 你是不是大有歧视 但后来就是聊开了就会发现 大家真的就是想要知道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就是人生观价值观 就是所谓的三观 真的是通过你的阅历通过你的生长 然后环境等等 包括你的教育所有的一切 然后来助就了你 成就了你 然后你变得有不同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三观 那我们说三观证是一个什么概念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要认真的去对待 而且是平就是平的这样子 中间的中立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所以当时也会有人问到我就是台湾的问题啊什么的 就是一开始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搞笑的问题 你肯定 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 你就像自己家人维护自己家人 你一定会去跟他们 argue 但后来我就不会了 我会发现就是你争吵的再多也不会有太多的意义 因为这个事实真的是需要一个长时间去解决的 就像你家里面父母发生了就是争执 或者是说当发生了一些变故 然后离异了去掉了不同的地方 然后下一辈成长起来的这些已经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 他们因为他们生长的关系不同 他们是没有办法就是有一样的一个就是认知的 所以当后来我跟我的这些台湾朋友聊天的时候 我才发现其实在他们的历史里面 他们不知道这样一件事情 他不知道他是属于中国 他不知道就是这一切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他们来看 他们从小被教育的就是他们是独立的一个国家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一点上我是特别能理解的 就是因为他们有很多就是教科书 甚至是从日本过去的 就是他们教的是日本的历史 他们在学日本的历史 反而没有学中国的历史 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也就是不是说怪某一个人 然后事情发展去这样 也需要更长的时间让他去消化 然后另外这边提到了就是日本的话 我觉得我想说的就是当时我去那个南京屠杀那个纪念馆 当时我看见拉贝有句话在那里是这么讲的 他说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却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可以 就是你可以一定应该是一定要记住历史 但不用记住仇恨 这个世界太大了 仇恨也太多了 各种各样的争端 各种各样的冲突 真的是没有办法停止 我们能做的只是说像这一颗就是和平的心 每个人能包容和宽恕很多很多 但没有办法说你真的是以仇恨 因为仇恨真的不好 仇恨这样子的一种负面程序会让你本身就不好 人多了之后会变成所谓的邪教组织 像就是中东那一块有很多是 包括就是中欧那一块有很多想要分裂祖国的 就是那种中突那一块 所以真的就是我觉得要有自己 要有一个真的是建立一个自己的 属于你自己的三观 是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 去了解很多 然后去学习很多 这些历史是让我们更加的正视 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的未来 那么聊到这边的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来新西兰我所在的南岛呢 可能会稍微闭塞一些 然后就是没有接触到那么多的人 所以一开始来的时候是真的会觉得 就是有很多董族歧视在里面 然后完了之后 即便是现在其实也还是有的 就是他们会觉得你是从外来的 然后抢占了我的土地 抢占了我的生活等等等等 因为之前的话我记得我应该是三年之前 有一次在于就是KFRI 就是肯哲基 我叫他KFRI 叫KFC 然后我去那边就是午休的时候 去买餐 然后吃饭 当时在那里排队呢 然后离我不远处呢 就有就是一对就是夫妻 然后比较年纪比较大的 那个女的在那坐着 然后男的过来拿东西 她走过来的一路上 她就在捣鼓 就那种嘀咕嘀咕 就在啊 Chinese叨叨叨叨 然后Chinese people叨叨叨叨 其实我有点不想去听 因为我知道 就是能从她的那个 就是肢体语言感觉到 不是好事情 但是当我拿到我的餐 往回走 她走到我后面的时候 她就一直在那里讲 Chinese people are so rude they never understand you have to follow the rules they're broken 所以她一直在那里讲的 就是说 说什么呢 说这些中国人 然后破坏了就是这边的文明 然后不守规矩等等等等 就我就非常的生气 你知道吗 就是有时候我会跟自己讲 你需要忍耐 你不应该去就是挑起一些冲突 但当真正的事情发生在我旁边 她走到我面前的时候 我就忍不住了 然后我转过身看她 我说excuse me what did you just say 我说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然后她就指着我 她说你中国人怎么怎么样 我就非常的冒活 然后我看她 我说不好意思 这里是在新西兰 我不管你看见了什么 新西兰做一样的事情 因为当地其实就像我说的 人多了嘛 很多人就是这个素质也是不一样 这个生活习惯也是不一样 然后那之后就我也看到很多小PV 就在就是在地边乱扔东西啊 或者就其实这种事情是很多的 但它可能专门指的是 就是当时的游客可能有点多 也许就是在路上开车就是没有 因为中国不是就是靠方向是不一样嘛 这边的驾驶座是反的在国内 所以开车也是反的 所以就到旅游旺季的时候 真的有很多就是你在开车的时候 出人间有一个人突然间 从另外一个道穿出来 或者是一转弯就是走了别的道啊 这样子的 有时候我看了我都觉得很心惊的 所以这里就是题外话建议大家 如果真的是去到了像英联邦国家的话 最好自驾之前评估一下自己 不要去盲目的自驾 因为这个方向是反正 你当时执行的时候OK 你一转弯很可能就出问题了 好所以就是回到刚才那个话题 我跟他吵起来了 跟他吵起来了之后 当然我这个人一说话 就一激动就很快 然后又很大声 这就是naturally的 就是没有办法 我们全家都这样 一讲话都是这样子 所以一吵起来之后 就是我另外一个人就一直在拉我 然后后来我们就离开了 离开了之后 我当时后来就是 其实会少生气 但是回头我一想 那就我有好多人看着呢 他们 因为他们不能听清楚 我们在讲什么 他们会不会觉得 因为我是中国人 他们会不会觉得 我做了一件什么不文明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误会 就是怎么产生的 就是你当你真的亲眼看见 都不一定是真的 而且更何况 有时候你只是亲来的 所以一船是试拍摄摆 大家就有很多的误会 重点是就是怎么样想办法 就把这些误会给解除 当然不是说靠你解释 就能解释清楚的 就需要一个长时间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误会的话 真的需要更多的人 然后来申请立行的去执行 让更多的人明白 那现在呢就是像以前的话 我还有很多就是听到的 就是甚至有时候在video里面 就是video video就是那个电台里面 就是那个开车会听到 还有些人会说什么 买了一个假货啊 就是中国造啊 怎么怎么的 然后现在的话 更多的我能听到的是说 就是中国造的东西 就是它的质量好 价廉物美 甚至说它的那个就是品质 达到它的价格很高 但是值得购买 所以这是让我觉得特别欣慰的一件事情 而且去年五月份的时候 我回了探国 你知道吗 回国之后发现中国的这个 我出国大概是五年了 才第一次回去 这个变化真的是巨大的 就是方便 就是便利的这个感觉 当然人多是一回事 但是就是因为人多 有更多的市场 有更多的需求 有更多的科技去 就是支撑着这样子的一个城市 一个就包括所有人的这样一个发展 就是用手机支付 我当时回大学 跟好朋友们一起回大学去看 然后在大学的南三门 然后发现门口路边摊 就是卖水果的 就是直接写上手机号码 告诉你微信支付 或者是支付宝支付 哪怕是五毛钱都可以 真的这个就是 我在那边体验了一把 就是你拿着手机出门 就不用带钱包的那种感觉 就连卡什么都不用担心 就是一下子全部都能搞定 而且当时才落地在贵 不是贵州 在广州的时候 然后因为很久没有坐过地铁 然后去感受那么多人 我还专门就是提了大箱子 去骑一把地铁 然后到了那个站 去下来吃饭 然后第一次感受了一下 就是就是那个 当时应该是说是支付宝团购 就是有点像那个团购稿 跟支付宝合作 我在广州吃那一餐四个菜 我那么大 而且那么好吃 才88人民币 因为我当时满多少还减 然后算下来就不到20牛逼 20牛逼在这边能吃什么 一碗面 所以真的这个感觉 就是突然间回去觉得 哇超级棒 吃的又好 玩的又开心 然后完了之后就是 而且亲人嘛 就是你不用就是再讲英文 然后你讲的是母语 然后特别是回到家乡 甚至还可以讲 我所谓的家乡话 我想你们听不听得懂 所以这种感觉 真的是非常的棒 但是就是你在对比回来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新西兰真的是发展的很慢 而且这个国家可能也是跟它本土有关 然后完了之后就是你会发现 就是我当时记得15年前出国的时候 我是在罗远3D的公司工作 我们当时是在做手机啊 包括户外的包括电视啊 显示这些的罗远3D 当就是才不久上一个月 我工作的这个就是这个城市 是新西兰第三大城市 然后完了之后还是相当于地震之后 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就是商场里面 第一次撞2D的显示展示屏 就是显示那种平板的广告 然后最近才开始有那种几秒的那种动态广告 这个感觉天哪 我觉得就是这五六年这边都没什么变化 但是回去呢翻天覆地 所以现在中国的崛起 真的是全世界都看得到 而且所有人都会舞来 像我很多人现在的人会问我 就能不能教他们说一些中文 所以每次这种时候都会觉得特别的自豪 那么像我就是我是很喜欢用淘宝 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用淘宝的时候 大概是在我初一吧 那个时候淘宝还没有什么人 然后用 然后当时还是在电视上面有广告 然后完了之后在就是公交车里里面 那时候还没有业精品 就是那种品的那种广告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的话 就是快递什么的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就当时的话取快递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也付款也不是那么的方便 但现在你再看呢 现在的话国内基本上你就是支付宝 微信支付 基本上可以就是畅通无阻了已经 然后再加上就是各种团购的影响力 包括就是快递业务 不仅是送快递还包括像跑跑 就是这种送食物啊 帮你递东西真的太方便了 然后像快递也是 就是就举个简单的例子 网购在国内的话淘宝真的我觉得太好了 就是它每一秒钟的动态 就每一个下一个步骤 发货了没有 发到哪去了 然后送到哪了 包括现在有菜鸟一站帮你收获等等 现在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新西兰最大的购物网站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是我上去之后 我第一次是不太会用 因为不是说菜是英文不太会用 而是我不知道这都在干什么 我看不出来 它也不会有用户评价 也不会发货了 也不会通知 然后呢就是感觉你没有安全感 但是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这边的生活 这边的人都比较简单 所以就是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 举个简单的例子 然后中国的密码 是银行卡 一般至少六位吧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四位 我当时在想 哇四位这么简单 会不会被人看 而且也没有人遮遮挡挡挡 去输密码这样的一件事情 所以哇 就是我可能觉得就是 小国家跟大国的比起来的 这样子一个巨大差别 而且我就有时候 就是在跟很多朋友 最近他们都已经 陆陆续续都有小孩 然后再聊的话 他们最担心的小朋友 不是说他们 英文学的不好啊 或怎么样 他们最担心的是 他们以后不会讲中文 你知道吗 因为等送他们去幼儿园开始 他们每天接触的都是英文 回家来之后 太幼稍候就会有逆反心 你还不愿意跟你说中文 因为他会觉得跟所有小朋友 讲的都是一样的 然后所以现在呢 就是会有一些人 会专门送出去学中文 然后另外就是真的 我有时候看见这样的场景 会觉得特别的 就是有点心里面有点凉凉的 就是这也是我之前 为什么我说我小男朋友 一定要找会讲中文的 一定要找中国 这个一个概念 就是因为我爸妈 甚至连普通话都不会讲 都不会讲讲的不好 所以我在街上 经常会看见就是那种 就是年纪比较大的 就是爷爷奶奶 或者甚至是 就是再大一点的 就推着小婴儿 或者是就是大一点的 小朋友只讲英文 爷爷奶奶也好是 就是老公外婆 根本没有办法 跟小孩沟通 我看起来特别心寒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觉得 就是每次我们 就是周围的朋友聊天 也是小朋友 一定要把中文学好 这个是必须的 何况现在这么多老外 都在学我们中文 就是我们更加 要把它掌握好 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很多人以前就出国 然后呢 之后就就是都希望能移民 然后呢就换护照 然后享受富裕待遇等等 可是现在的话 我觉得新的趋势 是大家希望能保持着 这边的绿卡 但希望保持的是中国护照 可能中国护照 不像就是所谓的什么护照 能走那儿走那儿 这么方便 但是未来的中国护照 一定是很含金量很高 而现在我发现 中国已经在开始 发绿卡了 以前是没有的 然后呢之前有关注 就是在发中国的绿卡给老外 就是真的很多人都想去中国 这个生活是不一样的 我有一个朋友 当年他是在英国读完大学 然后是在美国纽约工作 他后来我因为在上海工作的时候 遇到他 他告诉我说 就是纽约也没有上海这么发达 就是纽约也没有中国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会让你每天心潮澎湃 所以怎么讲呢 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是你自己的 所以你肯定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你想国怎么样 就是舒适安逸的 或者是你想要求积极奋斗 怎么样不同的东西 但是归根到底 就是在整个的一个人生观 价值观的一个建立 然后呢之后 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你会有新的追求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嘛 就是你慢慢的跳过了物质之后 你会慢慢的会有更多的 就是思想啊 精神心理上的需求 所以我觉得做YouTube 就是我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需求 就是希望就是有更多的朋友 因为毕竟在国外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耐得住寂寞 才能在国外 如果你耐不住寂寞 我就不要不要出国了 因为出来之后会发现 就是很多事 我觉得我真的就是 最近在看欢乐送 我看到就是 小许能打个电话 让安逸过来接她喝醉酒 我觉得有时候在国外的时候 我会在想说 我能给谁打电话 我会发现我没有像以前 那么近的就是那种 朋友的那种感觉 就像现在也是一样的 我很多朋友 他可能出国了也好啊 或者是在国内 在老家也好 真的如果我是回去 我有第一时间有任何问题 我打他们的电话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来接我 反而在这里有时候我会在想 我该怎么办 所以国外的月亮不是圆 对 国外的月亮不是比国内的圆 但是事实上确实我会发现 像比如说我们这边维度比较高 你会发现它比较大 就是看你自己了 所以这边的话 今天想要说的就是 我真的觉得就是越发的出国之后 就是出国的时间 待了久之后 你会觉得在任何时间上 你会愿意 而且你会主动的贴上这个 我是中国人的标签 所以很高兴也很丝毫 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然后完了明天6月儿童节 然后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然后明天想跟大家也录一个聊天的视频 分享一下我的童年 好吧 拜拜 谢谢啦